日前以总理军事秘书戈夫曼秘密访问了俄罗斯,希望俄能够出手平息事态,要想俄出手相助,就必须要以乌克兰战场利益作为交换。 即使不是经过美方同意,也是在逼着美国改变乌克兰战场的关注度,这很可能意味着美国要断臂求生,这恐将对中国的战略产生一定的影响。 在以总理军事秘书戈夫曼秘密地访问了俄罗斯的消息曝光的同时,又传出以色列方面以通知调解人,其同意在人质交换协议的第二阶段撤出费城走廊,这表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户,目前遇到了空前的压力,一方面是人质死亡事件引发了以内部的政治动荡,另一方面就是伊朗轴心报复的压力也在不断上升,说明以色列有些打不下去了, 更表明以色列已经产生了恐惧的心理,尽管美方派出两个航母战斗群和并对中东陆上基地进行力量补充,可美国也实在是不想与伊朗抵抗知乎开战,所以也在不断向内塔尼亚胡施压,尽快达成停火协议。 美国的巨战也让以色列政府非常无奈,在美国强力威慑和居中调节无果的情况之下,内塔尼亚胡政府的压力自然会更大,目前的情况是,打也打不下去,停又停不想停下来,主动请求俄罗斯出手,这表明了实在是无能为力,要向俄罗斯出手,就必须做出利益交换。 要知道因为乌克兰战争,俄乙关系已经是非常紧张,而中东战乱一起,对俄罗斯来说,就是一个极佳的战略机遇,把中东乱子搞大,可以极大的牵制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度,美国要同时应付这两场战争,也真是非常困难。 拜登政府一直在向内塔尼亚胡施压,一直以助以色列防御的姿态增兵,就表明了美国不想同时打两场持久战,目前俄罗斯实际上是伊朗抵抗周星的背后支持者,要想俄罗斯转变态度或说服伊朗,也只有以乌克兰战场来做利益交换。 然而关键是乌克兰战场上,目前也处于一个最关键的时期,不要说以色列自身陷入战争麻烦,就是没事也没能力干预乌克兰事务,这就必须是说服美国转变战略才行。 如果此访不是经过了拜登政府的同意,以色列也得逼着美国政府做出重大改变,内塔尼亚胡可以通过美国的犹太财团向拜登施压。 重要的是,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实际也是在犹豫不决,目前带着胜利计划的乌防美高级代表团,似乎也并没有得到美国更多的公开承诺和支持,而美国内部抛弃乌克兰的呼声也是日益高涨,因此只要以色列方面向美国政府施压,甚至是通过中东战争扩大化,把美国拉进战场来胁迫,美国也必须做出重大的战略转变。 因此不管是否是事先征得美方的同意,都只能是以牺牲乌克兰来促使俄出手相助,当然也非常可能是内塔尼亚胡并没指望俄会出手,而是借此将美国一军,以色列如果不能消灭或重创哈马斯,就意味着是重大的失败。 而如果就这么任由伊朗发展下去,以色列的安全问题堪忧,近来伊朗公开的机关导弹,特别是超高声速导弹,连美国都没有,完全可以对以色列形成全覆盖式打击。 就算美国不想一战,也必须把战略重点重新转回到中东,至少是必须进一步强化在中东的军事存在,这样以色列才会有安全感。 尽管乌克兰开始主打俄境内目标的主意,可显然其正面战场上是越来吃紧,当乌军突然攻入俄境内腹地的时候,美欧政要以及专家们还是很欣喜,可现在却又表态此举是一个失误,其实这绝不是失误,而是重大的战略错误,要想取得乌克兰战争的胜利,只是提供武器装备,显然无法做到,就必须冒着引爆俄与北约大战的风险。 甚至是要冒着引爆核战的风险,俄官员日前可是声称,要改变俄的核战略了,美国也很可能把乌克兰丢给欧洲人自己去应付,一方面是省出更多武器弹药,支持以色列或转向中东,另一方面就是腾出手来积极应对中国。 竟然美国欲通过启动新一轮的中美战略磋商,以稳住中国,避免中国过于发力或加速布局,而美国自己也在评估中美战略竞争的态势。 在美国强力打压之下,中国的高科技领域进步依然是神速,在军事领域里同样也是如此。 重要的是,美国穷于应付两场战争之际,中国目前显然在发力推动发展中国家或非西方国家的大合作,这一次中非合作论坛的主题直奔了现代化建设,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具有极强的诱惑力,对地缘政治和世界变革来说可就是加速器了。 从近来美国那一些政客的言论来看,尽管遏制中国依然是主流,可语气和信心上却大胆的折扣,如果真的要与中国竞争战略优势,就只能是尽快的集中力量与中国竞争,这也需要摆脱无谓的消耗与牵制。 以色列是不能抛弃的,而乌克兰却可以,把乌克兰丢给欧洲,自然是一个不错的选择,尽管乌克兰不能输,可在中美竞争的关键时刻,要想摆脱目前这种受严重消耗与牵制的伟大不掉局面,也就只能是断臂或断尾求生。 美国真要断臂求生,对中国也肯定会产生一些影响,中国正在进行有效的战略空间和时间,发展自己和强力布局,如果美国进行重大的战略调整,或许会对中国的战略节奏产生不利的影响,因此推动中非合作提速升级,进一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,加强金砖合作机制,从而构建新型的南南合作大局, 一方面是巩固并扩大自己的朋友圈,另一方面就是加速推动地缘政治和世界治理体系的变革,就是要尽快削弱美国霸权,总之从以色列进来的举动来看,美国很可能要断臂求生,以摆脱伟大不掉的困境,要加强对中东的控制,就必须牺牲乌克兰,当然能否实现断臂求生,还得看普京做何选择,要是普京不在中东搅局恐怕也难, 如果俄罗斯坚持自己的打法,美国和以色列反而更显被动,但是不管怎样,中国目前最重要的是注顾和扩大自己的朋友圈,加速高科技领域的发展,加速提高军事打击能力,积极提前战略布局,把美国的路堵死,美国和俄罗斯把自己的一切都放在这战场里了,俄罗斯和美国谁输谁倒下,这场战争已经远远超出了俄罗斯和美国的预料, 接下来俄罗斯大大决战,中东的冲突,肯定会给美国带来巨大的战略压和战争压力,而相对的,中国这边将会迎来一个新的窗口期,接下来我国要在这个,没有美国干扰的窗口期里面,做些什么事情呢? 首先在外交上我国应当加强和周边国家的关系,尤其是菲律宾和日本问题,解决这个问题的机会,马上就要到来,然后在经济上,金砖国家支付系统对美国来说,将会是经济层面上的致命一击。 如果乌克兰失去了美国的经济援助,那么他们距离完蛋就不远了,当然除此之外,不管是俄罗斯赢了还是美国赢了,我们都要尽可能保持,让这两个国家平稳落地。 如果俄罗斯和美国在瞬间崩盘,那么全球政治局势将会发生一场大规模地震,这对一直追求稳定的我国来说,并不是一件好事,必须想办法将美国和俄罗斯中任何一方倒下后,带来的动荡到最低程度。 除此之外,中国还要想办法控制这场战争的规模,如果让这场战争扩散和外溢,那么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。 库尔斯克会战结束后,如果俄罗斯赢了,那么北约将会失去支持乌克兰的最后能力。 相反,如果美国赢了,那么莫斯科将会一马平穿。 不论结果如何,中国都将成为新的国际秩序主导者,只不过面对这种东升西降的态势,美西方肯定不会平静地接受这种历史性变革。 所以我国要同时在确保世界稳定的情况下,战胜美国的最后一波反扑。